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用小小短短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个江江小小想要为大家做的服务 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两天农历的七月份就要开始了 一般世俗的人可能会说 鬼门开啊 鬼门关啊 有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呢 我希望用小小的一点点微薄之力 来想要帮助大家 大家应该都知道最近的地球都不是太平安 就是可能哪个地区有什么灾情 哪个地区有什么灾情 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天灾正在降临 那当然包含台湾也是有啊 那就是希望说 因为在华人地区内心的那个什么鬼门开 鬼门关 会造就一般人有这样子想法的灵魂 到了这个月总是会特别的担忧 那我知道在担忧的状况震动并不是太高 所以我呢 就将将呢 希望可以为大家做一点事情 反正每天将将都要做功课 那就不会觉得是麻烦事 那想说 帮助大家在这个月呢 7月 农历7月 就是8月国立啊 就是国立的8月8月16号到9月的 9月14号这段期间呢 每天晚上要做功课的时候 就顺便帮大家做祝福 那祝福的方向 是以平安健康丰盛顺流四个大方向 来为大家做祝福 那我会把表单放在这一支影片的下方 你只要填上的姓名跟出生年月日 我就可以帮助你啊 来做这样的祝福 就是围棋在农历一个月的部分 那将将其实 心中没有什么鬼门开鬼门关的概念 因为对我来说虚空是每一天 时时刻刻是日常 然后呢 为什么我把它称为感恩月呢 因为江江在祝福的时候 其实帮助大家的 也不是江江的功劳 而是虚空 而是虚空 所以呢 我是感恩虚空的这些 所有无形有情也好 你要讲老天也好 你要讲众神也好 等等等等 其实也是他们帮助大家 平安健康丰盛顺流 我只是去做一个 没戒而已 没戒而已 所以对我来讲是感恩的 感恩这些虚空的一切 所以对我来讲 我就不会称什么鬼月啦 或者是认为农历七月是不好的 但是我知道 如果在这个时候 可以帮助人们建立一些信心 其实就是在帮助人提高震动 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好事 就是良善的事情 当然对地球妈妈而言 更是一件好事嘛 所以江江愿意这么做 那如果你也想让江江 帮你祝福的话 你就在影片下方中的表单中填一填 那从八月份的十六八月十六开始 我就开始每天晚上就会把表单上面的名单 细细的细细的 细细的 细细的 一一的把它通通做完祝福 乖乖的做功课 那对我来讲就有点像 嗯 冥想啊 静心啊 然后或者是念经啊 大概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还好 所以 你如果想帮家人也一起做祝福 也可以留下 因为我把亲友的名单有留下五个空格 所以你有亲属想要江江一起服务的话 也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总之今天这个影片是小小跟大家分享 嗯 江江小小心意 然后 嗯 希望可以为大家做一些什么 那 希望 让大家在这个月呢 就是农历七月份都能平安健康 逢盛顺流 总之江江爱大家 I love you 就这样咯 拜拜